像水一样的礼花开满枝头 吸引民众上山摄影留念 别有一番风情 近拍可以拍到比较细节的地方 然后远拍这样一整片拍起来也很好看 这可不是梅花 而是台湾的红肉里的花瓣 分辨的方式就是礼花是两三朵一层 而非排排站的护生 果农表示 梅山泰河的红肉里很好吃 一斤去年就可以卖到一百元 过年前后嘉义梅山山区 有不同种类礼花接力绽放 但因为花期短只有一个礼拜 有兴趣的民众更得把握机会赏花 新唐人野孩电视料立分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róan嘉义山泰河的红肉里 就是材料来到一百元 不许美人山泰河的鮑上 可能就太大喝 不许美人山泰河的